这两天来自美国西海岸硅谷的一条华人故事 再一次刷新了大家的三观 网友直呼原来硅谷不仅深藏科技巨贵 还有这等千年老渣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从一张发布在论坛里的截图说起 这张截图其实就是一篇叙述清晰的技术文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在硅谷工作的华人男性 发文的人则是这位男性的王妻弟的朋友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按下暂停键仔细阅读这篇条理清晰 平铺直续的文章 下面小编也稍在手 不添油不加醋的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整个事件的实情 同时再补充一些故事背后的网友爆料 一 太太2021年5月胃癌去世 前夫两个月后再婚 夏威夷度蜜月 同时搞大新婚妻子肚子 预计今年6月生产 二 前夫拿着王妻公司Facebook保险理赔金 200万现金免税 这还只是账面数字 很有可能最终获得的赔偿高达325万美元 但只愿给前月付5万 还要减去之前大家捐款的1.8万 实际只支付了3.2万 并且这5万还是在校友会的劝导下 同意支付的 三 前夫不愿意出钱买墓地 想要最省钱的方式海葬 至今骨灰仍埋在前院 要知道据说女方公司 已经给了适者5万美金的丧葬费 四 前夫之前想让前院父母照顾再婚妻子生小孩 后来新妻子父母办下签证 就想让前院父母回国 并且只给两位老人买着经济舱草草打发 但因疫情等原因老人无法快速回国 后来前夫失去耐心 直接到警察局申请了驱逐令 警察上门通知30天内离境 五 根据二人好友透露 前夫的爹妈在前妻还未去世前 就已经开始在国内贴征婚起事 找新女朋友 自己亲自负责面试兴儿媳 而前夫也没闲着 在前妻去世前三天 特意请移民局officer来家中 忽悠自己的前妻入了美国籍 使得前妻父母彻底失去了遗产继承权 事情直接作绝到了宇宙尽头 六 据知情好友透露 两人名下共有五套或六套房产 前妻临终前将自己的那部分财产 20%给了前夫 剩下的80%分别给了两个孩子 生前问过父母 父母说全部留给女婿和外孙外孙女 现如今没想到人刚走 前女婿就暴露出真实面孔 让自己的全岳父岳母流落街头 七 据传前夫因被网友邻居指着鼻子骂 打算举家搬迁至西雅图 但西雅图华人群知道后 极力反抗 声称如果搬来 下场更惨 八 前夫为了掩盖自己做过的丑事 开始试图用法律武器 要求各大华人社交媒体平台 删帖删评论 结果非但没成功 反而让自己的丑陋再一次放大 毕竟法律武器也是更多维护有良知的人 九 前夫前同事也站了出来 爆料前夫阴狠毒辣的形式风格 在工作上更是被运用的淋漓尽致 曾经隐忍一个月 等到中国除夕当天 开除自己的华人下属 十 前夫大女儿 目前知道自己外公外婆的处境 同时还知道自己的些妈妈要生孩子 很多事情困扰着她 她没办法解决 只能保持沉默 让自己不停的读书学习 眼看着自己快被网友们捶爆 这位渣男前夫也赶快在网上 发了一篇更长的文章来试图澄清 但是没想到言语间 更加透露出了自己的本性 成功的把自己从渣男升级成了人渣 比如自己是拿到前妻死亡通知书的那一刻 才开始寻找下一段感情 结果九天就结婚了 然后还大言不惭的说 自己报警驱逐前岳父岳母 是因为对她做出了死亡威胁 你都不想想你做了什么 竟然让两位冒蝶老人 用这种方式来抗议 兔子急了还咬人 这个人渣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 可能是觉得这两位老人身处异国他乡 无儿无女还能怎样 可是他做梦都没想到 先前连美国手机号码都没有的二老 照样可以把他的恶行公之于众 说他是弯曲林生斌 那绝对是一点都不过分 甚至于他的所作所为 比林生斌更加的过分 令人不迟 接受了高等教育 在世界顶级大公司就职 藏在这副皮囊背后的 竟是如此肮脏的内心 这种反差 可以说是彻底震碎了大家的三观 最后我们还是要老生常谈一下 如何防渣男 尤其是这种睡在自己身边 二十多年的深水渣男 总之就是要掌握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人性 正如网友们所说 如果这位王妻在生前的遗嘱信托中 执意要写下自己的父母 恐怕今天的局面 就不会这么的令人心寒 毕竟我们在中国的家庭中 很多都是独生子女 你可能是父母年龄大后 唯一的依靠 为他们多想一步 这不寒碜 虽然可能在中国的文化中 利益主是一个心中很难释怀的卡 但或许只有跨了过去 直面生于死 才能活得更好 更洒脱 最后让我们希望 这两位可怜的老人 能够得到公正的待遇 这位渣男前夫 也能得到相应的制裁 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 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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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一个人会爱上另一个人 我猜就是 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个缺口 需要一个正好的形状来填满的 填满的 填满 就那样吧 我想要的是 以后一尊 你心里塞满 我 你怎么这么好啊 前卫 我爱你 我心头的缺口就是你 但是呢 那个人并不爱我 你能不能别再用 预言家之类的话在欺骗我 所以你拦我这个时候 为什么 为了改变你十亿的人生 还是为了弥补你的遗憾 前卫 我喜欢了你十年 你明明没有得到我 却像失去了无数次一样 为什么 你知道是平均时空吗 我那个前卫 不出了所有的梦 和所有的青春 但是很痛苦 所以我现在不爱我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